用防空导弹击落防空导弹 俄军又创造了战争奇迹 这对中国有何启示 我们关注乌克兰战场 一个最重要的角度 就是观察俄乌双方作战样式的变化 以及各种现役武器装备的表现 进而思考中国军队现代化发展的思路 比如商用多旋艺无人机 在战场上的大量使用 导致了战场透明化 传统的地雷对坦克和地面装甲力量进攻的克制 武装直升机所面临的生存危机等等 再比如乌克兰用自杀式无人艇 就能够打残黑海舰队 用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枚匕首高窗一艘导弹 A-50预警机成为了战场上第一种被击落的预警机 S-400远程防空武器系统 在200公里外击落苏-27 创造了世界防空史上最远距离击落空中目标的记录 苏-35分行员击落12架战斗机 成就了新时代的王牌等等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俄罗斯军队创造的又一个神话 用S-4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拦截了乌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 我们都知道防空导弹是以地制空作战的核心 这种战法在乌克兰战场上被认为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过去防空导弹主要用来拦截战斗机 导弹和无人机等目标 但是很少听说用防空导弹击落对方的防空导弹 多年前以色列曾经声称用地对空导弹武器系统击落过叙利亚军队的S-200防空导弹 以阻止其命中以色列的战斗机 但是此战是否获得战果目前还存在了疑问 直到前几天 俄司国航部公开的战报显示 在同一天他们除了击落了米格-29战斗机米8直升机 以及7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以外 还击落了一枚爱国者防空导弹 这被认为是官方所确认的 用远程防空武器系统击落对方防空导弹的首个案例 从性能指标上看 爱国者发射的地空导弹的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6马克 但其平均飞行速度仅为3到3.5马克 而俄罗斯S-400防空导弹57系统所发射的40N6E导弹的最大飞行速度 大约为每秒4500万米 接近14马克 该型导弹已经展示了能够拦截8马克弹道导弹的能力 再加上对方地对空导弹的轨迹并不复杂 也就是这枚爱国者导弹是追着俄方战斗机飞行的 因此被S-400以更快的速度在中途拦截是非常合理的 前两天一架A-50预警机再度被击落 同样传出了俄军在当天用S-400击落了一枚S-200防空导弹的战果 当然A-50被S-400防空导弹5G系统未遗的传闻并不可信 因为这不符合俄军防空导弹装备敌我识别系统的情况 这就带来一个思考 超远程防空导弹拦截对方防空导弹并获得战果 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呢 首先交代一方将更加先进的远程防空系统前置部署 用于保护几方战斗机免受对方防空导弹打击 将成为一种可行的战术选择 但是拦截的成功率可能不会太高 因为防空导弹的雷达反射前面积也是比较小的 而且防空导弹从发射到命中空中的飞机所花的时间也是比较短的 因此要想达成这个战果 就需要对对方防空导弹的雷达特征进行严密的跟踪 而且几方防空导弹或空空导弹的飞行速度 要远远高于对方的导弹 能在对方导弹命中几方飞机之前将其击落 这样的防空系统往往要采用高抛弹道 比如S-400的远程拦截弹就是这个套路 而中国弹动机配备的P-17超远距空空导弹 也有可能采用的是高抛弹道 考虑到拦截对方防空导弹是一种成本较高的兵器消耗弹 实施这样的战术还有一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几方高端防空导弹的造价和储备量非常关键 俄罗斯从2010年开始投入大量资金 来提高其远程地对空导弹的生产能力 I-400和I-300V-4系统和导弹的产量 是欧洲所有国家之和的两倍 俄制防空导弹的采购成本也是美制防空导弹的一半 所以一旦证明防空导弹拦截西方远程防空导弹的技术靠谱 俄斯人也是消耗得起的 对中国来说我们未来也可以将超远程的防空导弹系统前置部署 或者用战舰上的防空系统前置部署 用于拦截那些台军漏网的中远程防空系统所发射的地对空导弹 为我方战斗局预警机和轰炸机构建起又一个保护网 这个前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这一个绿子库系统前置的充弹 对于为你寻找销的防空导弹 好像颜柒了 对于是实际上的有部署 在这地方撤了 我们这种様子会一定感知的